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随意弃制病死动物 但就在十几天前 在城武县和扇县两县交界的胜利盒中 却突然被人扔了多头病死猪 来看记者调查 半个多月前 城武县宋三堂村的村民发现 在村南投这条小河里 有十几个编织袋被人扔在这里 经过几天河水的冲刷 编织袋开始破裂 大家这才发现 编织袋里竟然是一头头死猪 这些死猪看起来个头不大 每只大概三四十斤左右 由于在河水中长时间浸泡 散发出阵阵恶臭 接到记者举报后 城武县天宫庙镇畜牧站的工作人员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 出现死猪的地方是 城武县扇县两县交界的地方 这里被人乱扔病死畜勤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为了防止对环境继续造成污染 畜牧站的工作人员 首先找人将这些病死猪拖出河面 交由城武县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理 城武县天宫镇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承诺 他们会尽快和乡邻乡镇进行对接 联防联控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